哈囉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很特別 在新竹堅持山上的一個咖啡廳 這個咖啡廳呢 進來的時候各位要記得在車上擺塑膠袋 因為我們的小庫巴呢 剛才就已經發生了意外事故 啊其實說也不是太意外啦 因為庫巴本身就是會有一點 頭暈暈車的狀況 那我們就看他臉色很白嘛 然後準備塑膠袋給他 大概隔個幾秒鐘就 這間咖啡館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好像這樣 有沒有 它是有玻璃屋的感覺 然後整個背面這裡啊 就是很漂亮的山景 超級漂亮的 很多很原始的 小石階的感覺 真的非常的漂亮 這樣走上來感覺很棒 該有草該有花 該有這些戶外的座位 哇感覺真的超舒服的 一來就有一個蕩鞦韆耶 這邊也有搖椅 對啊怎麼這麼漂亮 還穿著小裙子呢 小公主 小公主 然後它旁邊有一點磚頭的那種圓樹在 上面可以看到 哇真的 很漂亮的感覺 要跑到樓上了 好讚喔 我要去樓上 六號花園 它的元素其實都很漂亮 我們現在要去樓上 二樓的位置 哇它這個座位感覺好讚喔 對啊 我們今天有一個缺點 就是太晚上山了 現在三點快四點了 三點半 然後他們六點打烊 再加上現在隱隱約也有聽到打雷聲 找這個地方就是因為它有屋頂 所以就算打雷 看一點雨都要感覺不錯 對 只是下山就有小心 下山黑了 摸黑下山比較危險 對 下面那裡有停車場啊 大約可以停個十幾二十台的車子吧 那開進來的時候 因為是這一條路 很小很小真的很小 所以要特別小心 復古的相機 這本來是好棒喔 而且它整個是沒有窗戶的 這個大家看 不是透明的 是沒有窗戶的 它應該是只有那個捲眼在上面 整個就是很空曠 很可以聞到山上的味道 那上面還有風扇 真的元素很漂亮 溫暖的元素 這邊還有一間類似包廂的感覺 它這邊有大概十人的座位 這裡有冷氣耶 夏天應該不錯 但是因為這邊夏天 我在採啦 應該是會有蠻涼的感覺 因為它在山上 這邊海拔高度啊 有七百八十九 是還好 不過真的 就路上算是蠻多 急爬上來的坡喔 另外這邊這裡啊 也是有一些座位 在玻璃屋裡面 正前方就可以看到 山的景色 而且是圓眺 很漂亮 認真說整個沒到不像話 這個桌上這樣擺上 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們點的餐點好漂亮喔 拿鐵 然後它的杯子 是有這種花的 然後餅乾呢 是有四份差點 所以我配上這些餅乾 還有蜂蜜 那因為我的媽媽喝花茶 然後喵喵也是喝花茶 妹妹的話 庫巴就是喝牛奶 哇這個配色 各位可以看一下 花茶都紅色的 其實這是奶茶 那是奶茶嗎 嗯 它說是牛奶嗎 真的啊 真的啊 看起來有沒有很漂亮 真的還有餅乾這些牛奶 對 它說有四份 日米餅乾送的 日米餅乾送的 好吃喔 這個很好吃的 巧克力喔 有巧克力都好吃 對啦也有這個 好棒喔 巧克力豆豆 彩虹 哇也太螞蟻了吧 加的 餅乾還加蜂蜜耶 那是人家拿來加飲料吧 超級 超容易 加牛奶 山中喝咖啡的感覺很讚耶 確定 嗯 而且你剛才其實有下一點小雨耶 所以現在的山上有一些味道 就是那個雨水浸到泥土裡面的那個味道上來 草味 對 它是好聞的 是舒服的 還有咖啡味 嗯 好像整個人泡在森林裡面 你看那個磚的那個東西 全部都是有用一些藤蔓植物給它爬的 嗯 感覺很自然 好啦那最近也是在刷暗黑4的喔 暗黑4的話其實也剛登陸那個 Xbox Game Pass 所以如果你是有PC Game Pass啦 Xbox Game Pass的啦 應該就可以去玩一下 我現在在那個訂閱制服務裡面已經有了 那我在第三賽季啦 還在刷 算是有一陣子脫懶了 沒什麼刷 然後最近有用那個賽季的那個通行證 哎呀快掛了 有稍微刷一下 那另外也是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你是用MSI Cloud 這一台其實真的大概 我自己抓它的頻率 一到兩週就會有一個蠻大的更新 需要下載一段時間 那真的建議 有更新就更新 因為每次更新都有點驚喜 而且好像效能就會有點提升 所以我自己每次更新完之後 都會再幫這個遊戲做一點效能的調整 像我現在就有稍微調高一點點 然後也是一樣順暢 跟最初期在測試我覺得有差 所以我這就把它電充一充 現在又帶出來 稍微的體驗一下 刷一下 反正這個就是 有刷有機會嘛 這個暗黑的 刷刷 庫巴在跟我媽媽下下棋 他們特別帶來 最近庫巴在學 我覺得庫巴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他在下這個棋的時候 大概知道要怎麼走 要怎麼玩 只是還是會有很多嘴鋪 繼續加油 然後我這次是使用那個 手機的網路 其實它是可以的 雖然說我在滿山上的 速度它其實沒有到要求 現在的話是 手機在四局狀態 可是我覺得話講還是蠻順的 基本上玩的遊戲是夠的 那這邊是沒有Wi-Fi 因為我剛才有找一下 他們的那個訊號是沒有Wi-Fi的 手機就可以 反正你有吃到飽 這基本上還是帶到哪玩到哪 有的人還是會問說 這種Windows障礙機 到底好不好 我是覺得有它使用的地方 像我最近就是用它在問 那什麼Copilot 有時候就玩一玩遊戲 阿不然就是遊戲要更新的時候 我可能就打開那個Copilot 生成一些AI圖片 或者是跟它就是 做一些很好笑的問答 有點類似早期Siri剛出來的時候 你會想要跟它聊天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如果你有這種掌機的話 也可以玩玩看 阿當然你的PC啦 筆電啦 也都可以玩玩看 現在喵喵再幫我玩一下 刷登機 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快升級了 你直接放大招了 太緊張了 這個以後 我要在訓練 以後的登機用動機 下一支99級交給你的 你要問一下上一支的99級在哪裡 在哪裡 對不起我沒練過 加油 我剛才只是在補血而已 就按到大招 按到大招 按到大招 很刺激吧 變動是不是很讚 還不錯 你要跟大家喊話 女生也可以玩一下 在外面這樣子玩真的是很棒耶 而且你看呼吸的新鮮的攻擊 對 而且不要帶小孩 對 因為有阿嬤在 太棒了 快升級了快升級了 要對著我 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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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補血罐了是不是 對啦沒有補血罐了 要小心 邊跑 邊放火焰 火焰可以放很多個 升級了 要不讚 耶耶耶耶耶耶耶 這樣子可以玩到99吧 沒問題吧 你看到現在幾集了嗎 33喔 good 99 對99 靠你了 靠你了 我們第一隻99級 暗黑市的角色 你看我現在用Copilot 請他幫我畫圖片 然後是要畫有超夢的圖案 他這邊就深層了 而且這個超夢應該韻味四肢 可能沒有到那麼的完美啦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像 而且旁邊還有很多的寶可夢 當然這AI深層圖 我各位還是要注意 因為有些版權的問題 哇 現在這個好舒服喔 哇 對啊 退休生活 是嗎 退休生活嗎 對啊 住在山上也就是退休生活 其實這個真的很 就是 愜意的來源 對 放鬆 我覺得到這種地方來 有一種很不一樣的感受 就是 你的心情 很多快節奏的東西 都直接被先丟到一旁 對 好舒服 放帶車帶都先放旁邊 你有放帶嗎 沒有啊 我是說有壓力的啊 你有車帶嗎 好像也沒有 怎麼辦 我們希望成為防帶少年團 也可以成為車帶少年團 帶一台Posh怎麼樣 不好 還是Lambo 我們現在要遠離慾望 我們要住在山中裡面了 OKOK 小庫巴在拍照 好玩啦 有沒有很漂亮 這邊 很 很森林的感覺 對啊 有些小小的步道 可以散散步 稍微走一下 這邊就是玻璃屋的感覺 所以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往上走 它應該會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地方 哇 石頭會有點滑還是得小心 這邊有一間小屋子耶 是洗手間的樣子 下面這裡還有另外一個路口 哇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可以看書的地方 請拖鞋 這裡有一些小白色還有一些書 還有一隻搖椅 對有搖椅 然後它這邊也有放一些復古的相機 這搖椅也太古代了吧 對啊 那搖起來應該蠻有趣的喔 對啊 欸你穿皮卡繡襪子耶 對啊 太可愛 現在5點17分了 這個果然都起霧囉 剛才是有下了幾陣雨啦 那現在狀況還蠻舒服的 地也是稍微乾了一點 不過有霧 所以我們要提早下去了 這間的話是叫六號公園 還蠻不錯的 六號花園才對 六號花園 對 它其實中間的路牌是比較少一點的 所以如果真的想上來的 你們可能會發現到會斷斷續續 不過它真的在很裡面 會像我們一樣 看到一半會覺得說 欸是不是真的在這裡 而且會不會覺得說 要再往裡面去嗎 還有在營業嗎 因為它中間的路程是真的沒有 沒有什麼路牌 然後沒有什麼東西 沿路這樣看上來只有兩個吧 一個轉角這樣 然後到這邊快要到的時候才有寫 反正這邊很上面就對了 半信半疑就開上來就對了 對 那路真的很小 所以開車要小心 晚上要離開的話 就也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路真的蠻陡 而且很小 那我覺得還不錯啦 蠻推薦的 那不要太多人來 真的不要太多人來 因為我下次來會太塞了 不好選位置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天的話 我們會推薦至少 早上來會好一點 因為早上來可能 在這邊用個餐 然後到傍晚 可能四點左右 四點接近五點左右 就可以先離開 這個時間是最棒的 對 而且因為剛才我們有 玩一下遊戲嗎 那拍一下影片嗎 然後四處晃一晃嗎 拍一些照嗎 對 做了蠻多事的 可是我們實際上只有 大概待了兩個小時 對 那兩個小時我是覺得不太夠 就是你要坐下來 稍微發個帶 我還有看到 提供很多書耶 對 它旁邊有很多書 可以讓大家閱讀 然後可以慢下腳步 對 是真的可以幫它帶 好放鬆的地方 推薦給大家 有機會可以自己來 嘗試看看 然後體驗看看 這種被群山樹木環繞的感覺 帶著你的Switch 跟我們一樣 上山打game 不打也可以啦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 拜拜 拜拜